多給未來的國會戰將及未來的預備的縣市長機會 我還是強調多給年輕人機會 多培養國會戰將跟未來的縣市長 這比較好 也就是您不認同這樣的一個 真正的夢幻組合應該是充滿希望充滿戰力的團隊吧 那贊同組合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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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們趕快問一下縣市長 今天來這個綠酒市場來掃街 有沒有信心 我真的感謝我們朱立倫 前主席也是我們主事長 在幫忙當中能夠到宜蘭幫我加油打氣 讓我產生百倍的信心 一定能夠贏到明年1月11號的立委選舉 當然剛剛提到鐵路高價跟楊大輔助醫院的問題 我先講一下輔助醫院 剛剛我們朱前主席 六輪兄所提到的是環境市值 楊大輔助醫院功勞最大是我們民間榮利 充滿到有 可是零免一腳 就是都市計畫變更 今天是在我任內 也是在我們立倫兄當行政業副院長的時候 把他踢進去的 否則的話就沒有今天的楊大輔助醫院 其次的話 八年前我們林建榮立委 因為楊大的醫院的問題 遭受到一些無謂的攻擊 產生落選這個問題 可是八年以來 楊大醫院第二期的工程到現在 還是一籌莫展 甚至說 我的對手還提到說 要六年以後才能夠完成 六年以後是下屆總統 月滿以後 楊大輔助醫院第二期 三十億工程還沒有完成 我相信 如果說我有機會 進入大國會的話 我不需要等到下屆總統任內完成 我希望在下屆總統當選以後 能夠全力來推動 能夠把這時間縮短到四年以內 另外鐵路高價 鐵路高價事實上 我們現在目前歷久這一段 歷久到南洋大橋這一段 是我在宜蘭市長任內 推動 新建完成的 當時是為了 宜蘭市的環市道路 南端要銜建南洋大橋 本來的設計是跨業鐵軌 造成整個景觀 而且銜接動線 很不方便 所以像當時的行政院長 夏萬長 跟交通部長 林峰正 來建議 來懷孕 後來才把這段鐵路高價起來 然後從下穿越 然後讓 依然是環市道路 銜接南洋大橋 讓整個動線 整個景觀 非常方便 非常便利 所以未來如果能夠 我們憲民 能夠給國法 支持建筑國會的話 我一樣會全力以赴 希望能夠找出 把鐵路高價 這個問題能夠把它解決 因為鐵路高價 是目前依然線 所有重大建設當中 是排最重要的 因為它涉及到 平交道的堵車安全問題 它涉及到整個依然線 東西兩邊平衡發展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 國法一定會全力以赴 謝謝 市長 剛剛有民眾